1137 八個半買了的沒走到 現在怎算好嗎 先搜一會 老實說 我覺得論估值 1137 又不會特別便宜 你說炒作上面 我們看不到有些短線 有些什麼報復式消費 報復式反彈的炒作在 或者資金上未必主流你的股份 但是要搜回 要彈回到上去八個半 又不是真的完全沒可能的 所以我唯一在說 為什麼你八個半買到還拿到現在 我們擔心就是這些投資者 說的擔心理論投資者就是 跟車更得不貼 消息不斷地變成那段時間 你未必可以處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重貨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減一半 趁個市彈那段時間 降低自己的風險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別重貨的話 之前六元都被你捱到 那你就捱下去了 不好啊